我们今天要从《猎王记下》的第6章开始看起 那时候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 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宅小 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 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 所以他们这个是什么状况 当时有几个先知的学校 这个地方可能是在耶利哥 所以因为在约旦河旁边 那时候他们需要扩建 为什么要扩建呢? 这个好像是叫居住 但是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上课的地方太窄了 因为现在学生人数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需要 像我们今天教会,需要重新建堂 建一个比较大的会堂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可木的人增加了,所以现在需要扩建了 他们那时候就是每个人去砍一根材料 来建造房屋 他就说,你们去吧 有一个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 回到说,我可以去 于是以利撒与他们同去 到了约旦河就砍发树木 然后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 他就呼叫说,哀栽我主啊,这斧子是戒的 神人问说,吊在哪里了? 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撒看 那时候那个斧头是用铁做的 铁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材料 所以也是比较昂贵一些 这个斧头是借来的 也表示说,先知门徒也不是很富有 所以跟人家借了斧头 结果那时候,这个斧头一砍 因为当时的那种技术 那个斧头有时候不是镶得很牢的 所以你用力砍 有时候那个斧头,那个头会飞出去 所以甚至于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说 万一这个斧头飞出去 不小心把人给打死的话,要怎么处理 这个斧头就飞到河里面去了 所以神人就问说,掉在什么地方? 他知道在哪里之后 以利撒就砍了一根木头,泡在水里 斧头就飘上来了 以利撒说,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所以这个神迹是让我们看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看到它改变自然律 自然律,种的东西都是会往下掉 会往下沉 但是他把木头丢下去之后 斧头居然从水里面浮了上来 所以这是一个自然律的改变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是借着一个木头,关键在那个木头 木头就改变了自然律 让这个往下沉的重物向上浮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斧头 掉在水里面 掉在水里面之后 它就往下沉 这里头有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自然律 这个自然律叫做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会让它往下掉 但是,现在它丢了一根木头进来之后 它就有另外一个律 让它往上浮 所以这时候有一个浮力 在这个木头掉进去这个地方 就产生一股浮力 让这个斧头浮上来 所以这里有两个力量 一个是地心引力,一个是浮力 所以说,这边有两个律 两个定律 一个是往下掉的律 一个是往上浮的律 在这边交互作用 这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 现象就是说自然界的力量 但是,这个用在灵界里面 也是有相同的一个对应 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两个律 一个是罪和死的律 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 就是生命之灵的律 这个神迹很能够说明 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这两个律 箴言27章第三节那里说 石头重,沙土沉 愚望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 所以这个斧头,就像是石头像沙土一样 都是很沉重的 但是问题是说 还有一个东西比这个东西更重 就是愚望人的恼怒 愚望人的恼怒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肉体 发作的时候,所显现的一种现象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人一个犯罪的倾向 人犯罪的一个倾向就是 我这个人不想要恼怒 但是我就是会 一下子一个事情来,马上就会暴怒 这是我们人类里面一个犯罪的倾向 就是我们天然的人,我们这个老我,我们的罪性 会让我们这样做 所以我们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罪性 会让我们做我们所不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力量很大 就比石头沙土的往下沉的力量还要更大 会让我们情不至今的,就会要犯罪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罪性 所以当保罗他自己信主之后 照理说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吗?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 这就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说的 他发现在他的肢体里面,另外有一个律,有一个定律 这个定律是什么样的? 叫他要去犯罪的 所以他就在一直跟里面的这个倾向 犯罪的一个倾向,在那里面斗争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苦 常常都觉得说,力不能胜 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地心引力,这个力量太大了 你再怎么样举一个重的东西 你举久的话,你手还是会酸的 到最后它还是会掉下来的 所以有这么这样的一个律,让我们能够胜不过 但是后来他怎么样能够胜过呢? 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律,定律 就是把我们从这个罪和死的律 一直要犯罪的这样一个倾向里面,拯救出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力量 在罗马书里面说,这个叫做生命之灵的律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让这个斧头往下沉的力量,地心引力 就相当于这个罪和死的律 这个是一个,你好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 但是,当我们经历到另外有一个力量 叫做生命之灵的律 这个福利,就相当于生命之灵的律 可以让我们里面犯罪的倾向被扭转过来 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要丢下这个木头 这个木头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发动的结果 我们就会进到生命之灵的律里面 这个怎么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人的罪性比石头跟沙土还要沉重 他只会往下坠落,往下堕落 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十字架之后 什么叫做接受了十字架? 就是我们放下自己的主权 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 这就是十字架 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 放下自己的喜好倾向 然后让圣灵来做主 这个就叫做我们接受十字架 让这个十字架把我们自己的救人把他定死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脱离罪和死的律 进到一个生命之灵的律,定律里面去 这时候,我们就不再向下堕落 反而会向上提升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接受十字架? 我们就能够胜过最合十的定律 所以那时候,伊丽莎 伊丽莎那时候听到她说 那个斧头掉下去了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 她说,掉在什么地方? 掉在什么地方? 她看到是在那个地方之后 她就把木头丢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木头掉下去的那个位置 那个地方就产生一个新的力量 那个有一个律 就是生命之灵的律 让那个斧头可以浮上来 所以,什么地方有十字架? 什么地方就有生命之灵的律? 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头,接受十字架的对付? 在哪一件事情上头,我们放下自己的一丝 那个地方,我们就会经历到生命之灵的律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 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肉体 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犯罪的倾向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肉体死掉? 一方面是十字架,一方面是圣灵 我们都要随从圣灵 但是,圣灵就是把十字架制止的功效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在什么地方你觉得 好像是肉体的权势 我里面脾气太大 我里面很骄傲,我里面很容易嫉妒 你就要接受十字架在你身上的钉死 让圣灵在那个地方掌权 放下自己的意识,放下自己的喜好 放下自己的选择 让我们向着自己死 那个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生命之灵的律 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捆绑 怎么样能够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释放? 我们可以去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其实就是要更多的 让被圣灵充满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样的自由 所以刚才那个神迹 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所代表的含义 就在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 亚兰王跟以色列人争战 就跟他的臣仆商议说 我要在某处安营 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 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 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 以色列人才能去窥探神人所告诉 所警戒他的去的地方 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 亚兰人因这次心里轻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 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 你们不执给我吗? 然后有一个臣仆说 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 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 告诉以色列王了 亚兰王当然很有理由觉得说 这个灵,他们当中有内奸 但是有一个臣仆 他却能够说出这中间的关键点在哪里 他知道说 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先知,是以利沙 把他们这些军事机密,告诉以色列王 他怎么会知道是以利沙呢? 他是被圣灵感动吗? 被圣灵开启? 这个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是怎么样 就是说,以利沙把一些重要的情报 告诉以色列王之后 以色列王就下令人去查 然后后来果然发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一次两次之后 可能以利沙帮助以色列 躲避这些可能的危险 这个消息可能在以色列当中 渐渐的就传开来了 所以他们就说,感觉主我 我们有这样一个先知 都告诉我们说,什么地方有危险 这个消息,渐渐的也就传到亚兰国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臣仆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转告给亚兰王 我想,这个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解释 但如果是超自然的神,启示他也是OK 但是王就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 我要打发人,去捉拿他 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贪 多贪在这个地方 多贪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在创世纪里面 多贪是干什么呢? 就是以前,约瑟在这个地方被卖 卖给埃及人 因为那时候他的兄弟、哥哥们 在这个地方牧羊 他就跑到多贪这边去,结果后来 不是卖给埃及人 是卖给米甸人,以斯玛利人 然后带到埃及去买掉 这个是多贪 然后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 一间到了,就围困那城 所以大军就要来捉拿以利沙 多贪在这个地方,就后面那块比较高起来的地方 所以,这个城市是建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 这个可能是一个先知门徒 因为那时候,家系已经被fire掉了 已经被开除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先知门徒 他看见了这样一个危急的状况 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 神人他灵里面看见 这个仆人所没有看见的 所以他就祷告了 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所以少年人的眼目,外面就讲说 他是看到大批的军队围困他们 但是现在,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他看到,灵里的眼睛一打开 他发现,有火车火马,围绕他们所在的这个山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你会说,这个是因为以利沙 因为他是大先知 所以神要保护他,就差遣大批的天使天军 这个也对,因为当时既然有那么多人要来抓他 所以神就差遣很多天使天军 其实一个就够了,一个可以击杀许多人 在圣经里面,一个天使可以击杀多少? 十八万五千人,在西西江那个时代 但是总而言之 神就让他们看见,有大批的天使天军围绕他们 我们想说,如果是以利沙,你当然很自然 但是今天问题是,可以应用在我个人身上吗? 今天神没有开我们的眼睛 但是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的话 我们会看见,我们身旁也有天使与我们同在 神会差遣我们守护的天使,在保护着我们 有的时候,情况更紧急的时候 神会差遣更多的天使来帮助我们 所以,你看有的宣教士到了非洲 跟巫师在那边斗法 结果巫师眼睛被打开,看到 有大批的天使跟宣教士同在 吓了吓坏了 也有以色列人跟阿拉伯联军在那边打仗的时候 也有阿拉伯军队看到有天使跟以色列军队同在 所以,这些都是神在今天都会差遣天使 四周围来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只不过是 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没有被打开 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 我们要知道,神无时无刻,不派着天使服役的灵 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总之,后来敌人就下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 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什么叫做使他们眼目昏迷? 右边这个图,看起来好像说,他们眼睛都闭起来 好像都眼睛都瞎了一样 然后,好像以利沙牵着他们的手 他们才知道往前走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 因为后面人还有很多 如果每个人眼睛都看不见的话 根本就是动弹不得 他们也不敢往前走 在三个园地不敢动 所以,什么叫做使也目昏迷? 如果我们看到,在创世记里面 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那个时候在所多玛 天使使那些要围困罗德的这些人 所多玛人的眼目昏迷 所以他们在这个门外面,摸来摸去 找不到那个门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们想要攻破那个门,都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眼目昏迷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眼睛好像是看得见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看不到那个门在什么地方 那这些人,他们眼目昏迷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们明明看到 就是你看得到你我彼此,也看得到路 但是问题是,突然就整个迷路了 不知道这个路到底怎么走 就会有一个妹妹,她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 她的伯恩老师,常常跟他们传福音 传福音的结果,后来校长知道这个情况 就对这个老师很不满意 所以她知道说,基督徒是不祭拜死人 所以她就故意给他一个难题 就是有一次,我们这边在台湾 那个叫做春祭国殇 就是3月29号,台湾是青年节 就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春天他们就要在忠烈池,要祭拜他们 祭拜这些革命先烈 那时候,校长就派国恩老师 带他们这班学生,代表他们学校 去那边参加祭拜典礼 这个老师就很为难,他是基督徒 他不做这些祭拜的举动的 但是,校长就坚持,一定要派他去 所以他只要祷告 结果祷告之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说,载着他们这班 要去忠烈池的那班游览车 突然,那个司机找不到路 他就在那附近,绕绕绕绕 绕了一两个小时 一直找不到路 他说,奇怪,这个地方我明明常来很熟的 为什么今天,怎么绕怎么绕 找不到那个路 就是眼目昏迷 你看得到马路,看得到这些 是周围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找不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突然好像从他眼前消失一样 所以,他就在那边找来找去,找到 到后来,终于找到了 找到之后,当他们那些学生进场的时候 前面那个祭拜的典礼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老师,他也不需要去很尴尬的 在那边带着他们要祭拜 所以,这个神就保守他的儿女 免受这些沾染跟污秽 所以,这个叫做让他的眼目昏迷 所以,这些亚兰的兵丁,我想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他们明明看得到四周围的东西 看得到你我彼此,看得到那座山在那个地方 可是突然之间,他就 奇怪,那个城门在什么地方,怎么突然找不到 所以,这时候,以利撒在他们面前就显现了,出现了 然后,他说我带你们去 他们甚至连以利撒,他们也认不出来 即使他们曾经见过以利撒 这时候,神让他们的眼目昏迷的话 他们也很容易就说,OK 看到前面有个人来,跟他们讲话说 你们迷路了,我带你们走 他们就OK 跟着这个人走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以利撒 结果,以利撒对他们说 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 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所以,他们一群人就走了 他们一路往前走 走了大概16公里,到了撒玛利亚 他们进了撒玛利亚 以利撒祷告说 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 所以,他们这个眼睛才被打开 大家看到,原来在撒玛利亚城里面 四周围已经有许多的兵丁把他们包围住了 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 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撒说 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当然,他们现在是瓮中作弊 非常容易的 回到说,不可以击杀他们 就是你用刀用弓卤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 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 非常丰盛的款待他们 他们吃喝完了,就打发他们 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禁了 所以,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反应 让两国之间,就暂时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奇妙的神迹 我们看到亚兰,北国、南国,这个王 右边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个变哈达二世 亚兰的变哈达二世跟南北国这几个王之间 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大 我们之前说过,变哈达二世跟北国之间的一些交往过程 第一次是,那时候他围攻撒玛利亚,被击败 第二次是在亚伯,他再度战败 那时候投降,然后获得释放 第三次是在基列拉末 那时候,亚哈就被杀了 之后,亚哈谢然后约兰继位之后 变哈达二世曾经命令以色列王约兰 一好乃曼的大麻风 这是在约兰年间 现在是围困多滩 想要捉拿以利沙,可是却被以利沙带到撒玛利亚 这个在约兰年间,他后来不是说太平了吗? 但是其实隔了几年之后,亚兰人又蠢蠢欲动 他们又再度的围困撒玛利亚 这时候城内就发生了大饥荒 这是在辩哈达二世,快要结束他几十年的执政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跟约兰 所以6章24节他说 此后,亚兰王辩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 甚至一个驴头直营八十色克勒 两生鸽子粪,直营五个色克勒 在饥荒的时候,驴头 驴子是不洁的动物 照理说,驴的肉是不能吃的 不能吃,因为不洁 这是违反摩西路律法的 但是在饥荒的时候,你饥不得食 你本是可以吃的东西,就多吃了 这时候,连一个驴的头 驴的头,你看的时候也知道 其实都是骨头,肉其实不是很多的 连这个驴头,它都可以价值八十色克勒 就一公斤的银子 这有多少价值呢? 一个奴隶的价值是三十色克勒的银子 所以,三个奴隶的价钱 或者说,你一年的工资 如果是十个色克勒 这在四字记里面17章 第10节里面,有提到有一个立位人 去当一个人的祭司 他一年的工资就是十个色克勒 所以,如果一年的工资差不多十个色克勒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驴头要八年的工资才买得起 这么昂贵的一个价值 你只能买到一个驴头 是在大饥荒当中发生的事情 所以,可见它那个城市里面的饥荒 是有多严重 然后鸽子粪是什么呢? 鸽子粪,第一个可能就是鸽子粪 这个地方可能是用来做燃料 或者说什么用途 但是,有可能是说这是一种食物 这个食物是一种,有人说可能是一种角豆 或者是,就有种植物叫做伯利恒心 它的球精 什么样的角豆? 这个就是这种豆子 这种角豆,在西约里面其实也出现过 就是浪子喂猪的豆莢,就是这种角豆 它里面的豆子,还有豆角是都可以吃的 或者是伯利恒心 伯利恒心是一种白色的花朵 所以,这个白色花朵到处开的时候 看起来就一团一团白色的 有点像鸽子粪一样,所以名字这样来的 它的这个金是球金 后面这个部分可以拿来吃 它两升,就是0.3公升 有多少呢? 这是一个可口可口的罐子 它的容量是355毫升 就是cc 0.3公升就是这么多 就是300个毫升 所以这么一点点的量 要多少呢? 五个色科了 五个色科了就是五个月的工资 还有五个月的工资 只能够买这么一点点的 给猪吃的那种豆夹的那种豆子 所以那时候,可见饥荒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结果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 我主,我王,求你帮助 王说,耶和王不帮助你 我从何帮助你呢? 是从何场,是从久诈呢? 他意思说,现在大家都肚子饿了 要我从何场来帮助你呢?是从久诈 这两个地方,其实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是没有了 因为他们已经被围困,何场九诈 对他们来说,都是在城外的东西 根本他们没有办法取得 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 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所以,他们就交换儿子吃,然后这样子 自己没办法下手,让他交给别人来下手 把他杀了,这样子可以吃这个孩子 我们就主了,我的儿子吃了 第一天吃他的儿子 吃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 他就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 结果,王听到了这个惨状 他听了妇人,就撕裂衣服 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麻衣就是表示悲痛 所以那个时候,在饥荒当中 王也是表示谦卑,表示悲痛 但是听到这样的一个惨状 老百姓互相交换儿子来吃 就拿着撕裂衣服 然后他就说,我金日若荣 杀法的儿子,以利撒的头,人在她的向上 愿神重重的降伐于我 为什么他们彼此吃儿子 然后,王一生气要杀以利撒呢? 这跟以利撒怎么关系? 我相信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迁入到以利撒? 很可能是以利撒,她曾经警告过王 说,王,以色列人如果再不悔改的话 神会降下的灾难,来惩治他们 我觉得以利撒非常可能发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来警告他们 所以今天王认为 今天撒玛利亚遭到这样大的一个灾难 都是因为以利撒而来的 就是以利撒,她在咒诅这个地方 所以,以至于这个地方 就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这个反应跟当初亚哈的反应一样 亚哈那时候,国内也是有三年半的旗荒,旱灾 那时候,他认为这个旱灾是因着谁而来的? 以利亚 所以那时候,当遇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说 是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吗? 以利亚怎么回答? 不是我,乃是你跟你的父家 因为你们去拜偶像 所以,让以色列人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 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以色列犯罪 所以神让这个灾难临到他们 但是那个王,却认为 这就是因为以利撒作主这个国家所造成的 以色列人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 会有这样的灾难 这个在生命记28章里面有提到 那时候摩西他说 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淋到你身上 什么样的咒诅呢? 包括其中有一个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 必吃你本身所生的 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 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必二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 她两腿中间伸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 她应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 将他们暗暗的持了 所以这一段的话,完全是应验在今天以利沙 以色列王,他们所在的撒玛利亚的城中 所以可见,撒玛利亚她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听从神的话 但是这个王,确实把责任推到以利沙的身上 而也会对以利沙生气 以利沙当时曾经跟她警告,而且说会降灾 所以他认为,都是以利沙 那时候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她同坐 王打发一个伺候她的人去 长老过去跟以利沙同坐是什么目的? 他们到底是干嘛?去跟她泡茶,跟她聊天吗?不是啊 我相信长老过去,是要跟以利沙求救的 他们知道以利沙是神的仆人 所以,他们就去求以利沙为这个城市祷告 让神来拯救他们 以利沙会怎么样回应?她说,好,我为你们祷告 不是,以利沙一定说,你们要先悔改 你们要自己悔改,为自己的罪悔改 然后也要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悔改 这样的话,神才会让灾难止住 这是关键 长老是可以代表以色列百姓 王也是,长老是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一定是他们在以利沙的家中 正在禁食祷告 在家中有个禁食祷告会 这时候,王能打发一个人去 所以,他们可能是前来向以利沙求救 并且在以利沙的缺名之下 为自己和以色列人认罪悔改 并求神开恩,收回他的怒气 为什么会这样子猜测? 要这样判断? 因为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王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以利沙就发出了另外一个预言怎么样? 就是说,到明天这个时候,灾难就会过去了 为什么平白无故,这个时候灾难就过去 一定中间有一些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相信就是这些长老们 他还没有到,王的伺候他的人还没有到 以利沙对长老说 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长我的头 以利沙都知道,因为她说 我若容以利沙的头还留在她的向上 愿神重重的惩罚我 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人是要来斩她的头 以利沙都对你在灵里面听见了 你们看着死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她推出去 在她后头不是有她主人脚步的响声吗? 他称她是凶手之子 凶手之子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说,她是凶手的儿子 那就讲到说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谁啊? 约兰的父亲就是亚哈,亚哈曾经杀了这个谁? 拿伯,跟她的众子 所以,亚哈是一个凶手 没错,所以她是凶手之子的儿子 第二个,可能凶手之子也就讲到凶手 忧患之子,主耶稣就是忧患之子 患难之子 凶手之子,就是谋杀的人 所以,约兰本身就是凶手 这个是也可以这样解释 正说话的时候,死者来到,王爷也到了 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这个是很多灵性还很幼,甚至于还没有重生得救的 所谓基督徒的一些想法 他们就想说,从神得到一些祝福 一旦神如果没有祝福 祂说,我何必再信? 我何必再仰望神?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非常属肉体的一种反应 所以,我们在约兰这个王身上,常看到他这样 有这样的一些特质 前面他也会说一些不信的话 然后讲这些话 然后以利撒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 要卖银一色科乐,两细亚大卖也要卖银一色科乐 意思是说,到明天这个时候 这些细面也好,大卖也好,会很便宜的卖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价钱? 那个饥荒之后,他说细面是一个色科乐 可以买到一个细,一个细是7.3公升 然后,一个色科乐也可以买到两个细 就是15公升的大卖 你看这个比例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买固定的数量的大卖、细面跟鸽子份 它的价钱各是怎么样? 大卖如果是一块钱的话 细面是要两块钱,两倍 鸽子份是要250块钱 所以,鸽子份的价值是大卖的250倍 但是,实际上鸽子份是最糟糕的一种食物 所以,在饥荒的时候跟饥荒之后,差别很大 我们说,一色科乐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一个细牙的大卖 大概可以一个人吃一个礼拜 所以,一个细牙是差不多7.3公升 所以,一公升差不多够,一个人吃一天 所以,你可以这样看得出来 所以,一个色科乐,一个月的工资 可以让你吃个15天的大卖,这个饥荒之后 所以,其实价钱还是很贵的 比起平常,还是贵很多 平常的时候,它正常的价钱是怎么样? 是一个色科乐,可以买100公升的大卖 所以,单价是0.15 如果大卖是1的话,正常的时候是0.15 总而言之,那时候价钱便宜很多 但是,平起正常的时候,还是贵不少 结果有一个参扶王的君长,就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 以利撒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 所以,因为他不信 他不信,所以他就吃不到 在明书记14章28节 耶和华也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所以,当他口中说这种不信的话 恩典就不会临到你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留意我们口中所说的话 要说相信的话,让神的恩典 你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而断绝 因为神会照我们口中的话,来带我们 那个人说,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 以利撒说,你会看见,但是你却不得吃 这时候,城门口有几个长大麻疯的 他们不能进到城门里面去,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们要跟人群要隔离 但他们坐在城门外,那个地方是干什么? 坐在那边干什么? 就是等候人家,给他们周记 因为人会从城门那边经过 所以,他们平常都在城门口外面 在那边等候人家的周记 这个时候,这个城被围困,他们还是坐在城门外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死死 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 若杀我们就死了吧 结果,他们黄昏的时候 他们来到亚兰人的银盘去 到了银边,不见一个人在那里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 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篷、马、驴、银盘造就 只顾逃命 你看后面的马、驴都酸在那个地方 这几个长大麻风的人,就到营里面去 大吃大喝 他们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拿出财物去收藏了 这时他们彼此说,我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晋喜的日子,我们竟不作生 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 来把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这个城市里面,被围困里面 大家都已经没东西吃了,有人饿死 有人私人 他们如果还不把外面的好消息告诉城里面的人的话 只顾自己想说,他们就有罪了 到时候,罪会临到他们身上的 所以他们跑去报信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 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生 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 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 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 王夜间起来对城府说,我告诉你们 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 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 我们就活作他们,得以进城 所以你看到这个约兰王 他对神所做的一切,他心里有很多抱怨 然后,以利撒跟他报好消息,他也不太相信 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他是非常非常悲观 非常负面的想法 他们是要把他们骗出去 所以,这个王里面完全没有那种属天的心思 他没有从这件事情上头 看到神做事的一些基线跟端倪 结果有一个城府对王说 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支马中的五匹马 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 都是一样快要灭绝了 打发人去窥探 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 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 说,你们去窥探窥探 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 然后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 起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 死者就回来报告王 然后,众人就出去 掳掠亚兰人的银盘 于是一戏兴面,麦淫一个色科勒 两戏大麦,也麦淫一色科勒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第二天,整个情况完全改观 照以丽莎所预言的,都应验了 结果你看左边那个图 中间下面有一个人躺 躺在那里 那个就是军长 王派参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 众人在那里将他见他 他就死了 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 结果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口中的话,非常留意 然后,心里头也不要存着不幸的恶心 然后,以丽莎曾经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 那妇人是谁?就是那个书念的妇人 他的儿子,这个曾经大概是中暑 死了,后来以丽莎救活 他说,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耶和王毕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 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王菲利斯帝去 住了七年 然后,七年完了 妇人从菲利斯帝回来 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田地房屋 因为闲置的关系,而被王家给没收了 或者说是被别人侵占的 我是觉得说,比较可能是被没收了 因为如果是被别人侵占的话 他只要去找当地的长老或者地方,森树就可以了 这个容易证明说,这本来就是我的 现在回来了,人家侵占就不行了 但是,如果是被王家没收的话 他就必须直接来找王 因为只有王才能够,才有权利把这东西发还给他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说 因为他走掉了,所以没有人好像是继承 王家就把他没收了 就像当初拿伯一样 拿伯全家都被杀了,他的众子都被杀了 所以,亚哈就去把他的产业给没收了,一样 就来找王 而且他这边也提到他先生 可能他先生年纪老外已经过世了 那一个妇人更是没有什么权利 所以,这时候就来找王,为他生冤 那时候,王正与神人的仆人齐哈西说 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 这个齐哈西本来不是说已经被fire掉 他长了大麻风 长大麻风照理说是不能进到人群当中的 要被隔离的 何况他这个时候,居然是在王的面前 这是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这时候 其哈西非常可能他已经大麻风得到节庆了 为什么得到节庆了? 因为他在神人的面前悔改 所以他可能因为悔改,然后病就得到医治了 我相信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他如果悔改,以利沙一定会为他祷告 让他病得到医治 所以神也乐意了 虽然好像一个审判,一个咒诅发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的反应是对的 神可以让他得到医治了 这个王是谁? 这个王我相信是约户 应该就是约户了 因为,你看这个王他问基哈西说 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 所以可见他对于以利沙不太认识 所以他找基哈西来问 如果是前面那个王叫约兰的话 约兰其实对以利沙是蛮熟的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的先后次序 在亚哈蟹年间,那时候以利亚曾经斥责亚哈蟹 他因为受伤,跑去求问外邦神 那时候,以利亚就斥责他 然后也降天火,把两批五十夫长所带的这种军兵 都给烧灭 那个是在亚哈蟹的年间所发的事情 后来亚哈蟹就死了 他的弟弟在约兰就继位 然后在约兰的年间 然后以利亚大概就被接升天了 这个时候,以利沙就继承以利亚的职份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北国的约阿斯的年间 那个时候他才过世 所以,以利沙在这地上浮世的时间蛮长的 有五十多年 他这主要的事迹都集中在约兰这个年间 接着就发生一件事情 那时候他刚刚出道,没多久 那时候三个王就去攻打摩鸭 他们就找人去找以利沙来求问 然后说,以利沙就当初在以利亚手上为她倒水的那一个 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她刚刚出道 人家都对她还不太认识 但知道说她是以利亚的仆人 所以,那个时候以利沙就发预言 所以这个字也是在约兰还有约沙法 他们都作王的年间 这个之后才发生 他就预言,书念的妇人会要生一个儿子 预言完了之后,第二年就应验了 然后再过三四年,大概三四岁左右 那时候,那个孩子才死掉 后来让那个孩子从死里复活 之后,才开始七年的饥荒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从以利沙出道之后,一直到七年的饥荒开始 中间经过了好几年 所以,大概从约兰年间,中间开始 一直到耶护作王之后 七年的饥荒才结束 所以,这个时候,当苏聂的妇人来求告王的时候 应该已经到了耶护的年间了 然后,你也知道说 在七年饥荒当中,也发生另外两个神迹 就是让有毒的野瓜,把它解了毒 还又用二十个饼,来喂饱一百个人 这都是在七年饥荒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基哈西告诉王说 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 恰巧,以利沙所救活她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 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她的儿子 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 王问那妇人,她就把那事告诉王 于是,王为她派一个太监说 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她 自从她离开本地,直到今日 她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她 可见,我相信这个田地 大概当初都是被王给没收了 所以,他就把当初的这些中间的生产 如果有什么生产的话 虽然那时候在饥荒 如果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生产的话 就等于是说,把田地还给她之外 等于连利息都一起,连本代役还给她 所以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优厚的一个待遇 所以你看到,这个妇人是一个信靠神的一个人 所以,她听从以利沙的话,到外地去避难 然后回来之后,看起来说,这么好的 我听了先知的话,结果现在自己的田产都被没收了 但是,你看到神就借着,让吉哈西刚好当时在场 使他这些田产可以顺利的收回来 所以,从这些事情往上 我们要对神有更加的信心 神会保护、看顾那些信靠祂的人 不会有任何的差处 不然的话,这个时间点也实在是太奇妙了 当然,我也想说,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王的话 她其实可以找以利沙 以利沙帮她跟王说情也可以 但是,这里头她不是这样做 她乃是直接去找那个王 然后,你就看到神真的是行一个神迹 让吉哈西刚好在场 这就比起,少拖一些人来说情 更是彰显神的荣耀了 以利沙就来到大马社了 亚郎王殿哈达正在患病 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 然后,以利沙怎么敢去大马社? 那是虎穴 但是神吩咐她去,所以她就去了 她要怎么样? 她要完成她师父当初所领受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去高哈希做亚郎王 当时,以利亚逃到神的山 神给她三个任务 一个是要高哈希 一个是要高耶护 另外一个是高以利沙 实际上那时候,她就是高了以利沙接续她 另外,这两个任务还能完成 就交给以利沙接续她 所以,这时候她是来完成她师父的使命 然后,神人来了 王就吩咐哈希说 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她求问耶和华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啊? 这个王他对以利沙,其实相当认识 他的乃曼大将 是在以利沙的手下得到医治的 然后她也知道,以利沙把她在卧房里面所讲的军事机密 告诉以色列王 后来又打发她那些军兵 吃了一顿之后,打发他们回来 所以,她对以利沙非常认识 所以,这时候也蛮尊重的 她就吩咐哈希说 叫她去见神人,要来求问耶和华 这不表示说她信靠耶和华 她只是说,耶和华在这方面很灵验 所以她也来求问,求问看看 结果,哈希用了四十个骆驼 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 所以,非常的慎重,非常的隆重 许多的礼物去,到了她那里 站在她面前说,你儿子亚人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 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非常的谦卑 以利沙拉对于哈希说 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 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 这不是很矛盾吗? 然后神人就定睛看着哈希 甚至于他惭愧,神人就哭了 就是一直盯着他看,看到他觉得说很尴尬 但是老师看着我,好像他是看穿了他心里头的一些想法 哈希心里头有什么想法? 他里头有个很大的野心,想要取而代之 然后,看到他就觉得好像是 心里头就觉得好像里面都要被看穿了一样 所以他就不好意思 然后神人就哭了 哈希说,我主为什么哭? 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 火焚烧他们的宝上,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 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运作 哈希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 焉能行这大事呢? 你说,说起来说大事 这其实都是很残忍的事情 但是在亚兰人的立场上来说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情 能够把敌方这样子消灭尽尽 然后,以利沙回答说 耶罗只是我,你必做亚兰王 这个是给哈希一个很大的鼓励 他可能心里头早就很想取而代之 但是,没有把握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是现在,先知这么说,你必要做亚兰王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采取任何革命的行动 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哈希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主人 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 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 然后,他只告诉他前半,他没有告诉他后半去 次,哈希拿着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 王就死了 然后,于是哈希窜了他的胃 如果平常他这样做,他会想说 会不会,万一失手怎么办 但是被以利沙这么一鼓励,他相信说 这样子,应该会成功 所以果然就成功了 哈希就取代了,变阿达做了亚兰王 这也就是应验了神给以利亚的使命 后面,以色列王亚哈儿子,约兰第五年的时候 犹大王约撒法还在位的时候 约撒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 所以那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就是 当前面这个王还在的时候 他让后面的王先实习 然后,就做父子一起执政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这个约兰是一个非常坏的王 他行以色列驻王所行的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谁? 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路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个亚哈的女儿就是他说 亚哈利亚 这个约兰是因为长子 所以约撒法把国位传给他 结果他登基之后 约撒法过世了 登基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的那些兄弟全都杀了 约兰就是一个非常恶的王 所以后来神就惩罚他 让他后来就得了一个病 两年之后才死 约兰就是一个非常邪恶 因为受了他太太的影响 约兰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人不肯灭绝犹大 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于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因为他不遵行神的道 所以,以东人就背叛犹大,脱移他的群下,自己立王 以东在东南边 约兰是率领所有的战车王,撒义去 撒义是小的意思 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 以东人而撤兵长 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撒义到底是什么地方,大家不确定 但是有人认为说,可能是索尔 因为索尔也是小的意思 后来有人认为说是席尔 在犹大中间一个小的城市 他的意思也是小 因为这三个都是叫做小 所以他们想说,可能是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个 总而言之,他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反而被以东人围困 后来他晚上就脱困了 犹大兵就四周围,跟着王就逃命去了 各回各家去了 所以从那以后,以东人就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 不然以东本来是犹大,南国犹大的附庸 还有一个预言,当时以撒拉对以嫂的预言 他说,当你有一天,你强胜的时候 你要脱离你兄弟的恶 这是在这个时候的应言,就是以东人 强胜起来,是要脱离犹大的恶 那时候,利拿人也背叛了 利拿在犹大跟菲利市的中间 这个城市 以东跟利拿的背叛,就截断了犹大 通往埃及跟亚拉伯的要道 严重的影响,犹大在南方的商业贸易 利拿是通往埃及的要道 以东是通往亚拉巴湾的一个要道 另外,约兰奇的事,凡他所行何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约兰和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本地里 他的儿子亚哈谢皆续他作王 然后,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只有一年 他的母亲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案例的孙女 所以,那就是他们南北国结亲 约撒法罗子是约兰,和女儿是亚他利亚 这两个人有生下亚哈谢 亚哈谢笑把亚哈加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与亚哈加一样,因为她是亚哈加的女婿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她不是女婿 她是亚哈加的外孙 反正外孙,总而言之 不是父家这边,乃是娘家那边的关系 然后,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激烈的拉摩 去与亚拉往哈谢征战 所以,亚哈谢跟北国的约兰 去跟亚兰的哈谢征战 基列拉摩在这东边 然后,亚兰人就打伤了约兰 约兰王就回到耶稣列,医治在拉末 与亚兰王哈谢打伤的时候,所受的伤 耶稣列在这边 然后,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稣列去看亡 所以,那个时候,南国的王亚哈谢,北国的王约兰 这两个王都在耶稣列 接下来,下次看到这两个王都在耶稣列被杀的故事 那是我们下礼拜再来讲